這個班福特號在這邊 其實就是在各國的這個 大家知道美國的自由航行 全世界跑透透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在你的前院後院裡面 到處穿梭 就是這個概念 寒冰對於這個軍事比較瞭解 今天這個寒冰剛趕到 我們講到佩洛西訪台 這個大陸會怎麼做 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大陸工具箱裡面有很多 有經濟的啦 有外交的啦 有政治的啦 有軍事的啦等等 當然胡錫進提出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電影感 有畫面感的 我再講一遍 到時候怎樣 共機在適當的距離上 半飛佩洛西的專機 然後與此同時 在進入臺灣島的時候 還特別掠過 當佩洛西的專機 已經降落在臺灣機場 還掠過他的這個專機的上空 然後再穿越臺灣島返回大陸 當然啦 大家知道 大家覺得這一幕應該是 發生機率很低很低啦 但是也很抱歉 自從俄羅斯開戰之後 大家也覺得世界上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之前大家都說不會嘛 所以假設這一幕不小心 真的給他出現的話 請問美國要怎麼回應 我們臺灣要怎麼回應 會怎樣 其實基本上 不要說他穿越臺灣島 只要佩洛西的專機 直接解放軍的戰機 在那邊半飛的話 那美軍勢必要有所行動 他的飛機也要飛出來 那雙方就很可能一觸即發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那更不要說他直接跟著 飛六街的飛機一起到臺灣來 然後還穿過臺灣 那個是完全沒有辦法 那個絕對是非常重大的國際事件 那恐怕就 基本上已經兵力 看在開戰兵員 因為說真的 如果他直接到我們方 那個我們的領海之內 領空之內 然後我們還不把他打下來的話 請問一下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難道就眼睜睜看他飛過去嗎 但問題是我們會打下來嗎 會嗎 這個就要看當局是怎麼想的 所以如果不把他打下來 那臉就丟得非常大 那如果打下來 兩岸就要準備開戰 所以怎麼樣都不對 我個人認為 共軍應該也不至於會這樣做 大家都覺得不可能 但是我們就是問一個最最極端的 假設這樣會怎樣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會發生戰爭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態 那反而讓裴洛西打到他的目的 因為裴洛西其實說真的 他自己也捲入一些弊案 然後他年紀也非常大 那他現在就是 趁著他他最後這一段時光 然後想辦法再衝刺一波 那看能不能一方面 挽救民主黨的期中選舉 另外一方面挽救他個人的聲望 所以我問你一下 裴洛西來臺灣 與其說他是來支持臺灣的 還是說他是來挑釁大陸的 你覺得哪一個更多一點 我覺得他是來害臺灣的 因為你這個世界上 你這麼有種的話 你直接站在那個哈爾科夫去 對不對 你想要表演的舞台 這世界上太多了啦 你不然你飛去伊朗看看 你幹嘛飛來臺灣 對不對 你直接去拜會一下伊朗嘛 看會怎麼樣 或是要不然的話 沙烏地那個拜登弄砸 你可以飛去跟那個沙爾曼談一談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搞來臺灣 基本上就是拿臺灣當一個棋子 就是把我們當作他的舞台 然後玩弄了之後 最後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打到他自己個人的實力 可是我是傾向你認為 他根本就不會來 因為他上次就借肺炎盾 那這一次會不會再來一次 二度確診 是我就不知道 因為反正二度確診 也很多人都發生過 但剛剛因為 寒冰還沒有到 我們講了嘛 這英國的金融時報獨家 金融時報就不用講 是日本買下來的 這個基本上 不知道這樣講是不是啦 就是塔利班的國外側疑之一 不知道 所以這個消息到底怎麼來 誰放出來的 目前白宮還有我們的外交部 都沒有證實嘛 那有很多很多大背景 比較近的就是這個敗習熱線 敗習熱線 當然對於這個拜登來講 其實也是刺激 他選舉的一個方式 一個過程 最最好的就是在敗習熱線 當中獲得了某種成就 然後又怎麼講 又讓這個中國大陸不高興 刺激了這個美國的民族主義者 可以嗨起來 所以在此刻放出了這個消息 但是對於這個敗習熱線來講 是一個損傷 是一個傷害 還是說會在未來可發生的敗習熱線中 拿到了更多的籌碼 我認為 比起中國大陸退讓 我認為這個消息已出來 你看中國大陸的反應 跟過去截然不同 即使這根本只是一個傳聞 美方也沒有證實過這個東西 然後趙醫健的反應是非常激烈 非常強烈 對 在上次四月的時候 王毅的反應就已經很強烈了 這次因為還沒有證實嘛 如果證實的話 我覺得就不會是只有趙立堅出來了 所以美國的 就是美國的一舉一動 中國大陸一直表示 我現在就是非常努力的觀察 你只要有任何超越我底線的東西 我會立刻隨時反應 所以他這四個嚴重 就是嚴重乘以四 是啊 真的是嚴重嚴重 嚴重嚴重 非常嚴重 他就是告訴你 你絕不能這樣做 你這樣做就是完全突破我的底線 我那我會做出什麼東西 就是你要負責 他的想法就非常明確 所以我個人認為 基本上在這個時候傳出這個消息 拜習慧我覺得已經遙遙無奇 遙遙無奇 而且你要知道 最近才在沙烏地 剛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拜登跟薩爾曼會面之後 出來是各說各話 對啊 對啊 那你現在看我是習近平的話 你才剛剛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我幹嘛跟你通話 到時候你又出來說 我對你低頭或怎麼樣 你又在那邊胡說八道 那我怎麼辦 你又來看 對不對 但還是說現在放這個消息 用這個來要挟習近平 我裴洛西可以不去 但是你答應我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個要挟不了習近平 這要怎麼要挟 因為現在其實泰式非常明顯 就是你只是故意來鬧 好啊你裴洛西真的來 你真的來試試看 你真的來 我可能相應的不是只有軍事而已 經濟還有其他的東西 我全部都跟你全面的翻臉 那請問一下 你要因為裴洛西一個人來 然後造成這麼大的衝突嗎 因為中國大陸 泰式已經擺得很明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中國大陸 根本不構成什麼要挟 反而是看起來是美國 潛力濟窮才出現 這樣一個放消息的這種外交策略 所以大清我再問你 最後我再問你 你覺得裴洛西要來這個訊息 是裴洛西單方面這邊的傾向 他的個人喜好 因為他之前就很想去烏克蘭 終於去城了嘛 對不對 其實拜登也想去烏克蘭 但他的團隊不讓他去 還是說這個事情是整個白宮在幕後的支持 或是白宮工具箱裡面的一環 裴洛西當然是白宮工具箱裡的一環 但是這個行程就像剛才寒冰講的 他對裴洛西來說也是有利可圖的嘛 所以裴洛西一方面擔任了一個工具人 可是另外一方面對他的政治聲望 對他化解國內的這個醜聞的風暴 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所以裴洛西當然樂於擔任這樣的角色 所以真正的這個背後操控的手 當然是白宮啊 就不管白宮今天承不承認 裴洛西能不能來 最後的決定一定是白宮 裴洛西不可能在白宮反對的情況之下 自己跑來了 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事情 甚至講實在一點 以裴洛西的身份他飛到台灣來 美國都可能還要做一些軍機半飛的動作 他不會讓他一架飛 自己做一架飛機就這樣 做個C13洞就這樣飛過來了 這個大概還不太可能 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 中美博弈棋盤上的另外一場角力了 就是金融時報做這個動作 有沒有可能是為了要拉高籌碼 其實也不無這個可能 因為現在顯然看起來 這個拜登很希望能夠跟習近平對話 可是習近平一直在往後拖延 所以美國也必須要拿出一些籌碼來做交換 那裴洛西這件事情 當然這個時候就被拿出來作為一個工具 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另外一方面 你說有沒有可能 美國為了挽救自己的其中選舉 想辦法在台海之間造成一些衝突 讓這個美國人民的注意力 可以轉到海外來 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今年年底在台灣 在美國在中國大陸都有大事要發生 那這三件大事 台灣的選舉 美國的其中選舉 中國大陸的二十大 這三件大事 其實彼此之間都有互相的連動關係 那麼因此裴洛西這個時候 一旦丟下去了 它所產生的所有的後續的這個連鎖反應 它是會影響到二十大 也同樣會影響到台灣 也同樣會影響到美國 所以其實如果美國真的要玩火 就假設我們推到一個最壞的情況 美國真的要玩火 那麼其實我對台海的形勢會很悲觀的 我不認為中國大陸會像過去一樣 只是罵個幾句 派個多派幾個人出來罵一罵就算了 甚至我也不認為中國大陸 僅僅只會採取所謂的經濟制裁 中國大陸一定會付諸實際行動 因為如果在此時此刻 你裴洛西來了台灣 這個你中國大陸外交部 講得這麼嚴重的話 然後你還沒有任何實質的反應 那你就讓美國認清你 就是一隻紫老虎 那麼美國就會一步一步的軟土伸絕 他就會一步一步的 把他所謂的一中政策的定義 不斷的把這條紅線做挪移 那到時候所產生的後遺症 那個時候就很難收拾了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baby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